OK好然後我再來回答第二個粉絲問的問題 他是問是說 如果今天在還沒有 在準備當攝影之前 是不是要投入大量軍權在設備上面 這個我可以回答你是不用的 因為我一開始 其實我只是練練 因為你畢竟要先把基本的一些功力先練好 那你才有辦法去體會到說 後面這些基礎入門的包含相機鏡頭 然後再到後面的比較進階的 這些到底有什麼差別 差別在哪裡 那在你水準慢慢提高之後 你再去用到這些比較好的器材 我覺得是會比較好的 然後你還有問說 就是如果你本身是廣告平面設計的話 對攝影這條路會不會有幫助 我可以跟你講說有 因為其實很多很多攝影都是 我可以直接講就是復興上空出來的 那其實他們包含每一邊 然後後製這一塊其實都蠻強的 那如果你本身還是廣告設計出身的話 那你拍完照片 你要再去做這個排版的動作 也是對你們來講也是比較簡單的 對啊因為你們都有一些基礎在 OK好然後再來我要回答一個粉絲的問題 那之前也是很多人問過的 就是在拍照的時候會不會起身體反應 那我可以跟您講 只有在你心靈不正的時候 或者是說你今天剛開始拍攝 剛接觸女生的人像攝影 其實罵倒是女生的話 那因為畢竟沒接觸過 那譬如說你今天看到 就是可能比較弱一點的 你可能會有生意反應 那這時候很正常 那如果沒有的話 通常是在後期啦 不然如果你一開始就是這樣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 要好好思考一下演技的性 像這樣 因為我這樣打個比方啦 因為你今天如果上班的話 你都是每天做一樣的事情嘛 那你如果今天突然你遇到 一個很正的女生 假設你做餐廳好了 然後你今天看到一個客人很正 你會起身體反應嗎 應該不會吧 而且如果在剛好在吃飯時間 很忙的話 你會想到這些事情嗎 不會吧 對不對 那再來我要提到的是 其實從拍攝初期到拍攝後期 其實這個習慣之後會差很多 因為你到拍攝後期 你只會專注在說 你今天要怎麼把這個 model拍好 然後要呈現出好的作品 那在呈現好的作品 這個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去注意到很多東西 包含光線的變化 光線的移動 然後譬如說 你今天可能出門的時候 風比較大 那風向的問題 然後下雨的問題 場景的問題 這些都是需要去注意的東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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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ere's a fan asking How you would approach a model And how you would make a model feel comfortable While doing a photo shoot Basically I try to keep it professional So when you ask a model Try to keep it formal Short And polite So that way The model would not feel like You're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her Or trying to hit on her Be serious about it Be serious about the photo shoot But Of course During the photo shoot You can be talkative And be funny You know Try not to be too serious With the atmosphere That's the main thing to keep in mind And Let me see I will do a movie Not movie Video Later on About Editing photos Like the most basic way And If you guys are interested I probably will put on more presets for sale And I'll give away I'll give away some for free But Later on I'll have the full set on sale Yeah So Keep following And then I'll let you guys know When the presets is coming up OK Another one was saying Why am I so amazingly nice I'm not sure if you're referring to the model Or the photos that I've taken But Thank you Umm 再來有人問說 Umm 如果想要幫女生 女朋友拍比較唯美的照片 U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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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挫折 然后再来就是 很多人都有问到说 调色这一部分 那调色这一部分 我之后 我刚刚在上一个 那个影片里面有 提到就是我之后 会 应该会录影片 然后 我会有 一些色调包面 美费送出 那 其他的一些色调包的话就是 看你有没有兴趣去购买这样 对那这些都会 陆续推出 然后 我顺带提一下 就是最近 应该有不少 你们有不少人看到就是我 稍早之前PO的动态就是 子安的写真大概这几天 会开始上架预购 那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们 就是我到时候 在动态里面会提供连结 然后你们自己再上去看一下 也会兴趣 那希望你们都会喜欢这样 然后 OK然后还有 粉丝有问说 如果今天是新手入门的话 要挑什么样的相机 那什么样的相机 那其实基本上在于说你今天是要拍什么 如果你今天只是要一个生活记录 那没有说想要拍一些 可能人像啊或者是风景之类的话 那其实我会建议说就是真的是入门就好了 就是不用花太多钱 那也方便携带 方便你去记录生活点滴这样 那如果你今天是 你今天要拍人像或是风景 那 如果是新手的话 我会建议一开始 去 花钱买中阶 中高阶的相机 因为这样的话你至少可以撑一段时间 就是等你真的技术有比较好 你真的觉得自己技术有比较好 然后 你想要再往更高阶的一个机种 去 发展的话 那我觉得会比较好了 因为毕竟如果你今天 真的很有兴趣很有热情 你一开始就是买入门的话 你很快会觉得 啊这个我不够用 那你就要再换 那为了避免这种麻烦 其实我会建议说 你直接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有热情 然后 也有闲钱 我会推荐你Sony的相机 因为Sony的相机其实可以 去转接不同家的镜头 那当然啦 对焦速度那些都是一些因素 但是 主要是看你自己的预算 然后还有你今天要拍什么东西 对 然后